第一题,现在有一个圆跟这两个圆均相切 那么问这个圆,圆心的轨迹方程 这个我们稍微画一下 第一个圆,圆心在那里面 忽一跟零的地方 然后它半径是等于一 所以是这个样子 第二个圆,这是九的平方 九九八十一 它圆心在哪里 在那个一跟零的地方 在一跟零的地方 半径是九 那九的话,一加九的是十 那一减九的话是负八 五八 那所以呢,它的这个 圆是这个样子 你要跟这两个圆均相切的话 一定是跟这个圆内切 跟这个圆的话外切 好,那假设这样子 好,那假设这样子 好,这样子以后 那我们知道 这个是,这个是C 这个圆 它的圆心 那我连接 第一个圆 跟C 它的连线的时候 它一定会通过这个切点 所以这个距离多少 这个圆心 如果叫做 SY的话 那么这个距离 距离我们叫D1 D1呢 D1呢 这个等于多少 这等于 这一点减这一点 就是跟好多少 X 这是-10 X加1的平方 加Y平方 那这个会等多少呢 会等于 第1个圆的圆心 因为它会通过那个切点 第1个圆的那个半径 这个半径是等于1 加多少呢 加这个圆的半径 这个圆的半径叫R 好,再来我们看 这个大圆 这个大圆的话 因为这个大圆 跟这个圆 它是相 等于是内切 所以我 给它连线 两个圆形的话 你要连线 连线的话 它会通过这个切点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 通过这个切点 那这个的话 这个是9 这个 这个是R 也就是这个 这个叫D2 D2的话 等于多少呢 等于是 就是这个 这个半径是9 加多少呢 减 半径 减掉这个小R 减掉小R 这个是等于 这个圆心到达这一点距离 这一点是10 所以这是更好多少呢 这个是-1的平方 加我平方 它们之间的关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说 我给它加起来 消掉 比如说D1加D2加起来 加起来的话 加起来的话是这样 就是 这个加这个 等于这个加这个 这个加这个的话 是根号 X加1的平方 X加1的平方 加Y的平方 等于 这个加这个 加 S-1的平方 加Y平方 这是个定数 就这个加这个 那R消掉 所以它是一个椭圆 这个椭圆的话 反正我们可以 这个轨迹方程的话 首先我们发现 这个 刚刚我们说是这个加这个 是定值 所以这两个是焦点 焦点 当然你可以从这里的话 把它展开 得到团人工程式 不过我们也可以 可以从这里看 从这里看的话 它焦点 这两个是焦点 为什么 因为这P点到达这两个距离的核是固定的 所以我就知道C是等于多少 C是等于1 再来的话 那这个 C是等于1 那 这个加这个 这个加这个固定是10 那A的话等于5 因为这个 这是2A A等于 我们知道这个中心点 O是多少 O是在那个零点的地方 那这样 我知道B是多少 根号 5的平方 减 C的平方 1的平方 5525 减1是根号24 所以的话 我这个把它整理一下 我想 这个固定的方程是 是那个 A平方 不是S平方 再加 因为它那个中心点 在零点的地方 B平方 B平方 Y平方 等于1 A是等于5 所以 25分之 S平方 加上 B平方 B平方是24 24分之Y平方 等于1 所以就要标准是 或者是说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 给 两边 给它平方 然后经过一番 计算以后 也会得到这个 不过你直接从这里算的话 会很麻烦 所以答案是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